第四季,王牌对王牌首期节目,近日在最佳卫视开始录制,主持人继续为沈涛,固定Mick变更为沈藤、嘉玲、花晨宇、关孝彤,连续担任两届王牌队长的王源,则系任王牌队长,和欧阳娜娜、吴秀波、黄博,担任惊喜嘉宾。 据悉,第四季,王牌对王牌,预估将在1月25日收播,1月4日下午5点21分,王牌对王牌节目的总导演吴童,通过微博透露,因为种种原因,王牌家族不能再是前缘,明天录制,我们也组建了新的王牌家族。 而今天,王牌对王牌官微开始陆续更新首期节目嘉宾阵容,王源、欧阳娜娜因种种原因,将不再担任固定Mick阵容,改由华晨宇、关孝彤替代,和沈藤、嘉玲,组成全新王牌家族。 不过,两人的粉丝也不用担心,王源、欧阳娜娜,将在第四季王牌对王牌首期节目中和吴秀博、黄博,担任惊喜嘉宾。 至于选择化成与加盟王牌家族的原因,吴童在微博透露,我们在北京见面,算是一见如故,发现他除了满满才华,还有一颗很有趣的灵魂,相信他会给大家更多面的惊喜。 而节目评价关小彤,则是他是性格好上的北京妞,童新出身不仅演技能打,一双大长腿,更是让很多人羡慕嫉妒。 推测,第四季,王牌对王牌,王牌对长江花洛沈藤、嘉玲,他两个是搞笑丹汤,控场能力气强,而王牌特工这类需要才艺展示的人选,则非花成与关小彤莫属。 王源,欧阳娜娜,信任王牌对王牌固定MIC,很大一部分原因应该是学业问题,没法长时间参加节目的录制。 看得出来节目组也在争取两位的继续加盟,所以,首期节目特别两人担任惊喜嘉宾。 而王牌对王牌节目组在请明信方面可从来不手软的,节目组虽然只曝光了黄博,吴秀波和王源,欧阳娜娜娜,担任惊喜嘉宾。 但分析,这将是我就是演员战队与疯狂的外星人剧组的现场较量。 毕竟我就是演员口碑不从,这将为止肯定还要继续用自己刚碰红的演员来吸引一波热度。 而疯狂的外星人,则是2019春节当极具票房竞争力的电影之一,相信两个战队的较量,一定能给观众继续带来惊喜。 据王牌对王牌光维透露,第四季王牌对王牌站在一月起每周五班首播,一月五日才录制完毕,一月十一日就要首播,后期剪辑时间太紧张,所以可能首播的时间,就只剩一月十八日和一月二十五日。 而预估会在一月二十五日首播,首先三周左右的剪辑时间,对后期来讲还稍显充裕,能让节目制作更精良些。 其次,春节前两周首播,能形成很好的收视惯性,也助于节目取得更高的收视率。 期前预祝节目收视长红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怎么让我们下疹也无比消暖 Sorry 欢迎对付상 tra acompañ。 喜欢本视频